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对社会主义有一份向往 对国际秩序和国内政治里面的公平正义是有一份期待的 我在台湾还有大陆还有美国都有求学跟工作的经验 不过形成我今天观点的关键在于在美国的经历 除了对美国社会和对美国的种族议题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外 我在美国还念过一所既不长春藤 也不是公立名校的学校 这所学校里面呢 有一些抱持反资民反资本主义体制理念的边缘学者 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跟这个主流学界都显得非常异类 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把我关注的焦点投注到在国际处境里弱势的中国 还有中国内部的弱势群体上面 反思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弱势的这个双重标准和伪善 补充一句 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是主流化了 所以我也不想替他们做广告 那么在台湾呢 知识界基本上抱持右翼的主张 而抱持左翼的去殖民化主张的学人 是极少数极少数 在统计学上几乎可以忽略 这些人当然要更处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他们除了受到官方的压制以外 也受到右翼的后殖民气氛下面的 整个台湾社会自下而上的全面敌视 这个网友逐外听坤问 老是不认同 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中国就不能实现近代转型这一观点 那应该认同中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逻辑 自我实现近代转型 我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我们能否发展出近代科技 能否实现全面现代化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到 对于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定义 我想毫无疑问 近代科技也是在西欧首先发端的 近代科技带来了西方的现代化 其中包括文化的社会的还有政治的变迁 接下来西方就把现代化定义成为 技术文化社会政治的变迁 符合其中的某些项目 但不符合其他项目 就不能被称作您所说的全面现代化 这种观点放在技术上 我想是勉强可行的 可是放在文化社会政治上就显得非常西方中心 因为后面这一部分 一定是根植于一个区域的文化社会政治传统里面的 它的演变不可能 也不必依照西欧的线索来勉强为之了 勉强为之恐怕不会带来成功 回到这个技术上 工业革命是不是都那么确定的 就代表人类的这个发展方向 回顾历史我觉得也不那么确定 从今天的角度看 佛教文化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 都是带有eco-friendly色彩的技术体系 他们取得地球资源的效率 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对环境友善的程度 却绝对超过西欧的工业革命 这种体系 从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是不是可以被视作一种 更加现代的体系呢 所以我想 如果厘清了现代化的定义 将来西欧说不定也要去检讨 他们所说的现代化 是不是全面的现代化这个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在欧美 的确已经有人开始反思 所以我觉得呢 西欧的入侵 是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原定的路径 西欧在技术优势下 推动了19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 在那个情形下面 假如中国不去掌握西方的技术优势 就没有办法跟西方竞争 但是西方是不是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这个洪荣124问 新清史把清朝看成是内亚帝国 非中华帝国 这一论点呢 直及了国内清史学的命门 但是我读的清史学人批判新清史的文章 都感觉格局太小 一直纠结于立正清朝是中国 边疆是中国满人汉化了 但汉化有过程 这些都是肢结问题 根本无法应对新清史的挑战 在辩论中呢 即便是清史学大牛 也没有否定过内亚这个概念 更没有拿出证据否定清中期以前的内亚性质 这等于承认了新清史学内亚观的存在和重要 在我看来国内史学界的批判 倒像是帮忙修补新清史 没有确立自己的史观 那么老师认为什么史观才是和新清史的内亚史观 形成对立的史观 那我想您真的是问了一个非常内行的高层次的问题 我觉得界定内亚这个概念本身呢 就是接受19世纪末以来呢 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 和受到西方启示的这个日本学界所主导的分类体系的结果 这个分类体系啊 应该不是不能挑战 那么中国的传统史观 就是跟新清史对立的体系 当然传统历史写作方法 没有办法有效的来应对现代学术的挑战 所以我很期待 我们的青年一代 在座的各位 能够创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分类体系 确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观 不过呢 即使在现在有西方鉴定的这个历史体系里面 分类体系 我们依然可以跟新清史争论 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 在建立位于中原的这个王朝里面 清朝跟内亚的关系 并不是真的独一无二的 从州开始 不管是华夏人建立的王朝 还是非华夏人建立的王朝 都具有他那个内亚因素 连被视为纯汉人的宋朝和明朝 也都有所谓内亚政治和内亚文化的因素 所以啊 一个纯东亚的国家 这样的想象 只是出于某些人的想象而已 第二呢 内亚政权在统治中原之后 能不能坚守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拒绝汉化的情形 下面来统治中原 甚至仅仅能统治自己 答案都是否定的 以往发生过的历史啊 都是这样子的 像那个贾铃一样穿越回 回去来更改 也没用 那网友奉天行问 关蒙元诸位皇帝 名号先王韩而后天子 大蒙元而小中国 则为 孰为整体 孰为部署呢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啊 上面提到的传统史学方法和现代学术的差异 依照传统史学呢 我们可能会被谁大谁小 谁整体谁部署的议题困惑 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呢 蒙古大韩和中国皇帝这两个身份啊 是并行不备的 我提到的双重统治技巧 其实就是运用这两个身份的实践 就是同时没有中国皇帝的身份呢 那么蒙古大韩的这个统治也不会持续很久 草原帝国的快速崛起和快速分裂呢 是元朝之前人类历史的通力 所以现在学术对于政治的本质内容更加重视 新清史其实就陷入了这个重名不重实的陷阱 网友1032084379问 元清攻打中原之后 为何都不约而同的选择汉人聚居地作为首都 而不是选择其原有领地 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某一个城市呢 这个选择会影响历史学家们对其是不是中国的判断吗 如果元清的首都选择在自己原本领地 或者别的少数民族领地 老师是否对其王朝的性质有别的看法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跟刚刚上面的答案也有关系 假如这个十六国北朝 辽津元清 不在汉人聚居地来建都 不汲取中原农业区的物质文化 技术文化 还有这个制度文化的资源 他们就没有办法避免草原帝国 快速崛起 快速分裂的命运 至于这些王朝的血统跟出身 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细旧起来呢 连周朝也不是正宗华侠 而是所谓西荣 中国文明呢 不是由血统构成的 而是由文化构成的 同理呢 汉人和中国人也是以相同的原理构成的 网友这个Boltblade问 拿现代企业打比方 中国版图扩张是正常合法的企业合并 殖民主义版图扩张是恶意收购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想这个比喻很形象 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也想这个中国版图的扩大 假如细分起来应该分成 这个版的扩大跟图的扩大 版就是户籍 是由中原农业区的 还是主要人人口增加的这个主要贡献者 图就是空间范围了 这个五代以后呢 中国政治空间的扩大 主要是依靠几个出身 湖宽雍县 西北侧的朝代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相较于这个 企业购病理大吃小 要复杂一点 我想这个顺便回答一下 我刚刚看到有一两位 这个黄汉的问题 我想请问 您愿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版图 收缩到明朝13省的范围 古代世界呢 当然存在征服和被征服 也存在英雄和狗熊 高贵和卑劣 比如我觉得 岳飞永远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 但他的后代岳中旗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 那么他们在当时的价值体系里面 都是中军的典范 但是这些都不是 现代国际体系里面的主权议题 所以把当今中国境内的少数族群 视为侵略者 是立足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 和价值所做的回溯重建 在历史学上 这是幼稚的 那么辛亥革命之前呢 汉民族主义革命派就主张 驱逐大陆恢复中华 这个主张啊 就成了这个外蒙古跟西藏脱离中国的借口了 所以我觉得黄汉的主张 和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主张 其实是相同的 网友摘星子问啊 老师您同意印度是接收了大英帝国的遗产 才有今天的版图吗 我想这个印度历史上面啊 几个统一王朝啊 统治的时间都很短 印度的文化传统啊 从来没有断绝 但是政治传统却存在了巨大的断裂 在英国到来之前 统治印度的这个孟沃尔王朝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外来政权 而它也没有达成对印度的政治整合 而英国殖民统治为印度带来了统一和扩张 所以对现代印度而言呢 全面继承殖民遗产 这件事有强烈的吸引力 那么西方的殖民 造成中国的裂解和半殖民地化 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 就是去殖民化 好 那么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